今天台中市长胡志强 刚刚接见了一些日本来的高中生 他没想到说当场在表演的时候 竟然表演喷火 气得这个胡志强当场就中中就打断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报道 是的主播 日本鸟曲线高中生呢 今天是来到台中 参加这个台中妈祖国际观光文化级的宣传活动 今天是在市政府呢 进行了一个表演的项目 当中这个喷火的动作呢 让市长胡志强 看起来是相当的生气 那文化局长叶树三年也在一旁 看到这个画面呢 也相当的尴尬 到底为什么呢 最后市长胡志强呢 终止了这场表演 我们先来听听看市长胡志强的说法 放烟火 所以很对不起 我必须把这个表演临时教听 之前并不知道 更没有想到 还有两度放火焰这个事情 那我不能再容许它发生第三次 所以我都不教听 谢谢各位 给他们休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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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市长胡志强呢 他是认为哦 这个公共场所呢 已经不能表演喷火的项目 那日本来的这个表演者呢 可能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 但他呢 还是必须依照规定来制止哦 那台中市呢 因为发生夜店大火呢 造成久人死亡这个事件呢 让市长胡志强呢 看到有这个表演喷火的这个项目呢 是相当的尴尬哦 就怕这个喷火的动作呢 又引发了台中市民 对于夜店大火的这个悲惨记忆 以上是我们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况 先把镜头交往给彭丽主播 好 胡志强胡市长这个 对于这个火已经谈火设备了 没想到表演又来这么一下 那今天也有人在讲啊 包括核能安全这一块 今天是不是小英自己搬了石头 找到自己的脚运棚 所以你刚讲的 是不是整个说明的过程也不过清楚 劫策跟说明怎么回事呢 没有啦 我是觉得先讲胡市长 我觉得他已经失去他过去的那种 幽默轻松的平常心 吓坏了 那这种状况也有可能 发生在目前的蔡英文身上 就是说你一旦你讲了一个 他自认为说得很清楚 隔天的媒体却不如他的预期 或完全相反 他就要一直在灭火 就跟胡志强刚刚那种状况 会让你应接不暇 而且也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好像不是以前的你 会有个性上的改变 这是目前蔡英文的危机 那我先回应一下刚才辉文讲 他说他现在蔡英文的对手 不是马英九是苏贞昌 不对 民进党现在全民调的方式 大家都在提 他的对手其实是马英九 我也不认为说嘛 就是中间这一块的民调支持 跟马英九蓝的那一块支持 就一定有永和 我也不认为 所以但是你只要立场坚定 说明的够清楚 让他觉得说你不会反来覆去的 我不觉得蔡英文在 今天早上媒体出来之前 更正之前他会有什么损 我真的不觉得啦 那至于说核能这个议题 就跟国光石化那个议题以外 你要讲清楚说 台湾的需求是什么吗 这台湾也承受不起 任何一个机组 发生日本那个状况 对现在最重要的啦 没有辉文 现在就很清楚了嘛 就是你投这个一票 你如果是蔡英文跟马英九 马英九说核市场我是要运转 我加强他的安全嘛 对不对 那蔡英文现在很清楚了 我只要一当选 核市就停了 那人民就要自己要决定 你自己会不会影响到 你人民纳税钱 股票会不会跌 你自己做一个决定 这才是最重要的嘛 刚刚韵鹏兄讲的是 他们对比是民调 他们对比是民调 不是问你说 你要选苏贞昌还是选蔡英文 对对对没错 你们要选的是 蔡英文或马英九 问题是马英九 你要跟马英九选的时候 你要选谁啦 那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能叫政界吗 我必须打个这个上下瘾 你丢出这样的议题出来 显然我这样讲 观众朋友 你也可以讲我很武断 显然是对蔡英文是扣分的 他特别提 他选取的时候他要一直讲 对我认为是他扣分 那如果你要一直讲就继续讲 因为刚刚光熙有提到说 民进党的立委高志鹏 他马上就加码 因为有时候盲目的 这个立法委就跟着加码说 那我们来办那个核四公投 办啊就联署啊 那不要忘了 其实阿扁前几天有讲 因为大家都不太谈他的 阿扁跟陈总讲说 2012要弄个公投 那我们之前不是都公投绑大选吗 民进党就弄公投嘛 因为核四公投绑着总统大选嘛 会不会 如果你是以时辰来看来得及吗 来得及呢 你民进党真的要这样干吗 真的要这样推吗 有齐海兄你也了解 我不是要故意骂民进党 我想说这样对民进党好吗 对蔡英文好吗 都不好 对我们现在问的东西 对我们台湾的人民好吗 那不是只有核四场的这个问题 国光实话这一点吵得很凶啊 蔡英文讲了 他说要把他送 把他如果说要当选的话 把他放到那个沙奥地阿拉伯去 今天那个谁 今天罗斯爺在骂他 他说你是国王吗 这当然是一个玩笑话 是不是国王 不过我倒是从 一个思考的角度来 我肯定蔡英文 勇敢提出这个意见 为什么啦 因为国光实话说 不要在国内盖 要移到沙奥地阿拉伯盖 证明这件事情 台湾需要国光实话 只是问题说 盖在哪里而已 你盖在大陆也可以 你盖在台湾也可以 你盖在沙奥地阿拉伯可以 只要可行 证明这件事情 台湾真的需要国光实话 因为小英应该很清楚才对 国光实话的产能 影响到台湾中下有 11万个人的就位机会 会不会留在台湾 会不会移到中国大陆 其他地方 假如今天我们真的能够 把国光实话不盖在台湾 盖在沙奥地阿拉伯 然后从那边运回来 运费划算的话 那我们台湾的这11万人 工作机会保住了 我们的GDP产能保住了 我觉得这个有创意啊 证实的国光实话 不像大家所讲的不需要 是需要只是盖在哪里 那盖在哪里就可行性评估了啊 就不是那种 大家不要吵说 如果真的蔡英文这意见行得通 我也建立经济部 去跟沙奥地阿拉伯 我谈谈看 也谈谈看 或者甚至因为蔡英文 比较不敢跟中国大陆谈嘛 我就大勇敢一点 跟中国大陆说 你会给我一块租借 我把国光实话盖到对岸 然后运回台湾里面来做生产 行得通也未尝不可 因为国光实话涉及到土地 用水用电真的会比较复杂 但是如果沙奥地阿拉伯行不通 中国大陆你民进党不敢谈 那还是维持原状嘛 证明说我们真的需要国光实话 蔡英文我补充一句 当初国光实话是谁推的 很像是民进党推的 所以老大现在两个问题 你这个国光实话 当初是民进党提出来政策 那你现在蔡英文自己要选总统 结果你推翻以前民进党政策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 国光实话要不要是可以讨论的 可是它的整个产业链 欠着很多人的生计耶 我觉得说你今天做任何政策 你都没有好好考虑 你就去做嘛 你就像胡志强刚刚那个喷火的事情 你这个叫日本来的人 你当然不知道表演的节目有喷火吗 所以这也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嘛 那今天刚刚打那个新闻 这个猫男那边又停了 又发生故障了 那我们对这个政府 这个整个的工程 这个管理设计的能力 我们会有信心吗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检讨这些 比较实际上一个问题 那但是我就说国光实话 弄到沙奥地阿拉伯 当然这种创意 也真的是让人不得不佩服 那问题是可行吗 不是 辉文刚刚在 第一个是可行性 第二个这个政策是民进党 是民进党的时候决定 那等于蔡英文 今天不是跟苏孙昌不一样 他是跟民进党就不一样 民进党提出时代提出来的时候 经过环平在那时候在云林嘛 否决之后没有过 那时候没有过之后 就再也没有提了 那是国民党又重新送的 所以我觉得何是不是 总统大选跟国民党对决的重点 现在民进党主要总统参选人 都已经反对国光实话 这个倒是跟马英九对决的重点 好谢谢我们要共同关心 这次这个总统大选 不要看只是民进党的党内出现 你看光是一个核市场要不要停 大家记得以前啊 股票跌那么惨 整个人民损失那么大 影响很大 连国光实话要不要建 现在都开始辩论 我们共同好好关注 等一下继续收看疫情主持的第二小时 新台湾新光大大